2018世界杯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但我想本届世界杯的许多精彩场面肯定留在了球迷心中,其中飞罗的表现可圈可铁。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飞罗的情商,远比球技要高,商业头脑极佳,飞罗有一架私人飞机,那是他花了1900万欧元买到,型号是弯流D200,买这架飞机的时候,正是他得意之时,而之后飞罗渐渐发现,他自己用飞机的时间很少,只是偶尔度假时会带着迷你罗和女友乘坐该飞机。 随后,这架飞机被C罗以租赁的形式转手,C罗成立了一家航空公司,阿斯豹这段话特别幽默,这样写道,这家公司拥有一支由一架飞机组成的空中舰队,过去一年租金收益接近100万欧元,这也是其一流商业头脑的体现。 高情商,C罗曾经效力于皇家马德里,并取得了三连欧冠的历史极佳成绩,而此次转会尤恩图斯,C罗对外界的解释,是想去挑战一下自己。 众多粉丝也表示理解,但是这件事不得不与之前与西班牙与其发生的财产就一分扯上一点联系。 西班牙官方一直对在西班牙踢球的几位球星进行海产税收调查,C罗及匆匆的转会是必定于这件事脱不了干系。 这个世界只会踢球即使是最好,没有优秀的头脑,也是成就不了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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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